我覺得 不敢這首歌呆得一點點 女生的暗戀的感受在裡面 它有一個淡淡的憂鬱在裡面 然後所以呢 我希望讓這個歌變得更加的飽滿跟有趣 然後我就加上了大提琴 希望它可以有一個憂鬱的感覺 我特別喜歡大提琴 也知道你的工作 你平時的工作是跟一些殘障人士 做合唱團的工作 所以剛剛 這一首歌裡面的合唱的部分 是專門為你設計的 謝謝何彥老師 謝謝何彥老師 每個作品就像你的孩子一樣 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的孩子又多了一個 對他非常好的一個親人 還是很感動 還是希望被他認可 還是沒有選上還是 沒有些遺憾 我當然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的做的這一首不改 何彥老師唱的這個感覺 更是因為他從男性的角度上 來唱這首歌 能更有他男性 陽剛 然後男女之間糾結的那個 感覺那個勁兒和那個舞台一樣 我很開心 在嗨歌的舞台上 找到一首這樣的 非常優秀的作品 謝謝你 也謝謝胡彥銘老師 和所有的樂隊老師 把我的歌呈現得這麼好 來掌聲送給我們所有的樂隊老師 好不好 謝謝 不敢 謝謝胡彥銘 來 儘量 走到我們的舞台中央 謝謝 真好做的 謝謝 謝謝 這輛獻法師的擁抱送給了張一瞳 因為她知道每一個原創者 其實過去的創作心路 都相當的不容易 謝謝 我今天帶來了小小的禮物 謝謝 謝謝 這是我的 CD 然後送給你 謝謝 謝謝 對 最新的專輯 好 泰哥春 现在在此刻 每一位观众 大家都明了了 那在嗨歌这个舞台上 胡彦斌的年度嗨歌 就是接亮 创作的这首不敢 究竟这首作品 经过胡彦斌的 重新编曲 现场演绎 能不能够获得 最大多数的 腾讯视频网友的青睐呢 能不能够入围 最终的年度嗨歌的比拼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希望把这个悬念 可以慢慢地铺陈下去 也非常感谢两位 为了嗨歌 做出自己各自的付出 谢谢 加上接亮他的身份 他的工作是最感动我的 因为我觉得 他对音乐的纯粹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显然这个 胡彦斌这个科班出身的 喜欢比较复杂的 然后层次多的 那我觉得这首歌曲 可能本身 他的这个起伏性 还有那个音乐性 就比较独特 说到最后面 这个排山倒海 史诗一般的 各位我们要继续腾讯视频 原创大型音乐真人秀 嗨歌 那这里是由 《至爱前行》 MG GT 高性能封上 《终极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是的 就是这么认真的 纠结的挑选 他们对于每一首原创作品 其实都是有非常浓厚的情感 而且自己挑中的 自然就会理解到 那首歌对自己的感动 以及创作者的苦心 可是之后